我是歐文 我是西卡 嗨 西卡 我們今天在哪裡啊 我們今天來參加TKA 彩犬俱樂部的會外賽 對 今天我們西卡平常最喜歡看彩犬 所以我們今天直接來看彩犬選美比賽 現在在哪裡 龜山 是吧 對 我們在龜山的文化國小 而且聽說這個彩犬比賽呢 總共會有120隻彩犬來參加喔 直接看到爆好不好 我們就是看爆看爽 而且今天我們還有特別會去來訪問彩犬專家 然後告訴大家一些養彩犬的一些基本知識 喜歡彩犬還能養彩犬 準備要入手彩犬 不要錯過這一集喔 千萬不要錯過喔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開始 GO 你看 他才五個月就這麼乖 帥 下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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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現在歡迎到我們的彩犬專家 大雄 大雄 他叫什麼名字啊 小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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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米呢 那我們今天要來問大雄幾個專業的問題喔 想要問大雄說 欸 那郭彩彩要做一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健康為主 然後毛質毛色 然後毛量 毛量 對 那像他的毛很厚嗎 對 他有兩層毛 有底毛 龍毛跟鋼毛 綿毛 他感覺很活潑耶 因為小狗的成長過程中 都一定會比較活潑 啊 大一點他才會穩定 對 是喔 對 那像他 多大啊 他現在是五個多月 五個多月都其實長得蠻壯的耶 適合養在家裡嗎 對 現在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 很適合家權 啊 因為柴犬的話就是比較獨立 基本上就 家庭飾養的話都OK 要柴犬的話有什麼事情要注意 嗯 基本上就是健康為主啦 完整度 嬰兒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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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啊 耳朵要厚厚的 耳朵厚厚 對 毛色的話就是盡量以乾淨為主 對 啊個性也很重要 基本上它的品性 品性 對 就是小狗的時候 它小時候就看得出來 來 這個包子柴犬 哇 好可愛啊 五十萬柴犬包 好可愛 這隻大熊訓練的柴犬小米真的是很穩定很乖喔 你看 它才五個月就這麼乖欸 乖乖柴 乖乖柴 它的角角也很可愛 還有這個黑色的鬍鬚 那柴犬人要注意的話就是 它主要就是這個莉兒 莉兒就是很有朝氣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眉毛 有白色點點 四彩 四彩的話 它胸部這邊是有白色的毛 然後它的尾巴都會有點捲捲的 你看 前柴犬 通常都是被柴犬6啦 不是在6柴犬 就是在牽的時候 你要讓它定點的話 就基本上它就是 來 這樣就好了 喔就把它拉著 對這樣就不動了欸 因為它一定會有它最舒適的角度 喔 稍微有點提一下這樣 啊不用那麼直 喔不用那麼直 對 這邊我們已經開始在比賽會場了 所以我們已經是第二回合了 好不好 那這個彩犬比賽是有分組 分年齡層的 比如說幾個月一起參 幾個月一起參這樣 然後這邊會邀請日本專業的財犯老師 所以是很專業的 全美比賽 爸爸我們在這裡幹嘛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在這裡啊 欸前面這個老頭是誰啊 他會怎麼一直在看我啊 嗯 還在那邊甩帽子好像很帥一樣 爸爸我們這隻佔多久啊 他一直盯著我 我已經害羞欸 哼我這麼漂亮 分數一定很高 欸 哇現在又在平圖論圖 左看看右看看 我的翹臀可是 我是有練過的喔 我的翹臀 好看喔 OK吧 差不多了吧 爸爸我們要回家啦 快點 要走了嗎 喔好多人喔 好多狗狗 哎呀 要回...走好了沒啊 嘿嘿 欸你們在幹嘛 喔好像 是要幫我養身高嗎 爸爸我不要養身高嗎 我是號稱柴犬界的一百八十三公分欸 怎麼要幫我量身高 你看我翹 嘿 我正翹 嘿 我有一百八十三喔 嗯 好啦好啦 一百八十三啊 不要量了啦 嗯 嗯 叫你不要量了嘛 嗯 討厭 哈囉 好啦 我已經參觀完今天的柴犬比賽啦 嗯 來西卡來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心得 你今天的心得嗎 對 嗯 我今天看完柴犬比賽的時候呢 我發現每隻柴呢 都很有自己的個性喔 像是有些柴呢 在籤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覺得 我不想被籤 我就停在原地 我覺得還蠻逗趣可愛的 那我呢 喔 今天這個真的是 就是 各種柴犬 而且各年齡層 你就會看出那個柴犬不同的風味 嗯 而且有黑柴有四柴 品種也是相當豐富 喜歡柴犬的人 真的是可以來 來參觀這些柴犬 而且我們看到很多民眾 他雖然沒有來比賽 但是他也牽著自己的柴柴 來這邊交朋友 然後認識更多的柴柴 順便社會化一下 我覺得是很好一個 互動模式這樣 還蠻棒的活動 讚讚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好啦 期待我們影片 下次再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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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跟他說掰掰 掰掰 這邊 差不多 我們看看 有沒有什麼 的